咦?這裡有高官便色龍、鬆絲色翼、泡紋手工 難道這裡是新開的爬蟲體驗館? 之前學校不想學生長途拔舌去動植物公園 在多年前在校舍構建生態園 今次學校又為何會興建爬蟲教室呢? 生態園後動物越來越多 有一年有一位爬蟲少女送了手工給我們 我們領養了一些變色龍 最初是在常識室 常識室五樓和地下生態園相距太遠 數量越來越多 我們覺得不可以都要專心打理 於是在生態園旁邊做一個室 看打理照顧爬蟲類方便一點 爬蟲教室貫徹了生態園的建築環保概念 使用二手物料和回收物品 今次做DIY不少家具 今次的爬蟲教室都是用以往的經驗 我們都是貫徹我們想一手一腳去做 我們不想找一間公司做完 很漂亮 但是固定了之後就不能再改變 我們希望一路一路去做 做到我們心目中的那件事 但是其實隨著動物的數量去改變 生物可能又長大了 其實我們都會創變 以外面的龜屋為例 以前的龜屋其實我們開始想著已經很大了 但誰知發現原來龜的大速度會更快 我們又要去改建 剛才說過程裏面 我們都不想浪費任何材料 所以有時候可能架完板之後 做完這張桌子 還剩下少許木 我們就開始去發揮創意 有時候可能做一些Decoration 有時候可能做一些座桌的板 甚至乎我們可以做一個筆筒 做一個花盆的底座 我們都開始去再想一下 如何去優化我們的材料 用到最後每一樣都用到最盡 這是我們整個生態園環保的概念 還有我們是要將這個概念給學生 學生看到老師都可以這樣 久而久之大家互相開始去留意一下 其實有些東西不是隨便就棄掉 可以重用或者改 和生態園都可以作實驗的場地 成為Stand4課程的契機 想去推薦的東西就是 以爬蟲館生態園作為一個實驗的場地 發現不同的問題 然後去做一些不同的項目 去幫助他們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都挺重要的 就是可能平時我們看到一些Stand的項目 是做一些叫做小項目 可能做完了成功運作到了 編程上都可以了 但未必是落實到去幫助人或寵物 但我的目標是想做完餵食器 是真的可以用的 可以幫助工友可以幫助老師 這個是我的大方向 就是Stand4的方向 靠著老師們的付出 即是初初好怕爬蟲動物的校長 都給予老師最大的支持 我們都要盡量配合 因為我們經常鼓勵小朋友的夢想 有dream 其實老師也是會有 當他們有這個看法的時候 學校配合到他們 就有今天的成果 而且我覺得身教永遠是重要的研究 當老師有這樣的夢想 他就會將這些東西帶給學生 他就會給學生選擇他的東西 我覺得生態園的名字好像死物一樣 但裡面的動物 他的生命是生生不息 而這個生生不息是引辱到我們的學生 在生命的過程裡面帶領著他們 所以其實他也是我們學生的老師